让本王想一想,该怎么回报丽妃这么高的评价呢? 叶子霄说话间,手指自姚素兰白皙修长的玉腿划过,薄唇轻浮下来,直至感觉到姚素兰身体再度筋软,方才移开手指。 王爷 即便叶子霄无甚动作,姚素兰的身体仍没有停止静暖。 丽妃的声音真是好听,本王怎么都听不够呢? 叶子霄薄唇轻弓,眼底闪出一抹华彩。 王爷,素兰真的不行了。 感觉到叶子霄眼中的热度,姚素兰登时求饶。 这可是本王第一次躺在丽妃这华清宫的软榻上,自然要让丽妃满意才行啊。 叶子霄身体越发贴紧姚素兰。 王爷,饶了素兰吧,素兰真的不行了。 姚素兰面颊驼红,娇羞地推开叶子霄。 即使本王想知道,丽妃怎敢把本王约到华清宫,就不怕皇上突然闯进来。 见姚素兰告扰,叶子霄方才言归正传。 皇上早就不记得这后宫有素兰的存在了,如今就算素兰死在华清宫,皇上也不会来看一眼。 提起叶红义,姚素兰充满欢愉的目光顿时凌冽如冰。 他为叶红义做了多少事,最后换来的却是一杯毒酒。 叶红义,是你不仁在先,就别怪素兰不义了。 丽妃就是因为这个,才劝本王造反的吗? 叶子霄饶有兴致地勾起姚素兰胸前的青丝。 薄唇为敏,眼底寒光一闪而逝。 当然不是,素兰是觉得比起叶红义,王爷更适合那把龙椅。 姚素兰侧身直视叶子霄,眼前这个男人就是他新的希望。 自那日与叶红义摊牌后,姚素兰便知道, 只要叶红义还坐在龙椅上,他便再无翻身之日。 放眼皇族之中,除了叶军青,只有叶子霄有这个实力。 叶军青他终日住在关居宫,怕是早知道姚默婉的底细, 说不定他们早已结盟。 姚素兰不选叶军青的另一个原因,便是姚默欣的死。 如果叶军青知道了姚默欣的死因,岂会善罢甘雄。 所以叶子霄便成了姚素兰的首选。 在选定目标之后,姚素兰便开始筹谋。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,女人的身体就是最好的武器。 本王可不这么觉得,叶红义固然不适合那把龙椅,可叶军青却当之无愧。 而且本王只是皇族一脉,称不上正统,着实没有理由给予皇位呢。 叶子霄悠然看着怀中的女子,漫不经心反驳。 哼,正统,谁有本事当得了皇上,谁就是正统。 当年父皇若不是用了手段,如今的正统就是锦王府一脉。 这件事已经成了皇族中人无人不知,却不能言说的秘密。 难道王爷真的这么甘心,屈居人下? 姚素兰感觉到叶子霄的试探,索性开门见山。 若本王就是甘心屈居人下呢? 叶子霄缠着姚素兰青丝的手渐渐收紧,姚素兰甚至感觉到了扯拽的痛。 那便是素兰有眼无珠,看错人了。 姚素兰声音清冷,说话间便欲起身,却被叶子霄猛地拉回自己身下。 本王会用事实证明丽妃的眼光有多精准。 被人说中要害的叶子霄,仿佛突然化身为兽,幽黑的眸子迸射出阴折野蛮的寒光。 哼,素兰早看出王爷并非耻中午,只要王爷需要,素兰必定鼎立为王爷筹谋。 只待王爷登基之日,目望了素兰的好才势。 姚素兰心下大喜,能攀上叶子霄这根高枝,他前途有望了。 本王登基之日,便是美人丰厚之时。 叶子霄信誓旦旦,言之凿凿。 素兰可不敢寄予皇后宝座,人人皆道,王爷与景王妃素来恩爱。 素兰只盼着王爷能为素兰在后宫留有一席之地,就感激不尽了。 姚素兰娇羞地钻进叶子霄怀里,试探着迪南。 子柔是段老亲王嫡出的娇女,本王待她好,不过是忌讳段老王爷的威望罢了。 他人若本王称帝,还需要忌讳谁? 叶子霄言外之意,十分明显。 那素兰就不推脱王爷的这份心意了。 姚素兰得了叶子霄的承诺,灯石洗上眉梢。 本王自然有这份心,可到底能不能成事,还需要美人多为本王筹谋。 如今朝野无大事发生,我们找不到合适的积极下手啊。 叶子霄见眉谨重,凝重开口。 哼,没有契机,便要制造契机。 如今叶君清经割扬一翼,战功标柄,声名大造。 他这样功高盖主,叶红义定然不会放过他。 哼,事实上,叶红义想叶君清死,也不是一两天了。 这点,明眼人都看在眼里。 姚素兰已在叶子霄怀里,眼底闪出一道金光。 叶君清一死,必会引起朝中武将不满。 只要本王抓住这个契机,身仙士卒登高一呼,率领武将与叶红义对抗。 哼,定能笼络人心,即使叶君清已死,叶红义人心尽尸,本王便会顺利成章继承大统。 可叶君清的那条命,本王自问,没能力取下来啊。 叶子霄声音低沉,负气开口。 叶子霄何尝不知道这是个绝佳机会,他用过很多方法预置叶君清于死地,可没有一次成功过。 不管是刺杀还是下毒,都被叶君清一一化解。 叶子霄甚至怀疑叶君清早就洞悉自己的计划,所以才停了那些小动作,以免打草惊蛇。 这件事嘛,无需王爷动手。 塑鸾自有办法让叶君清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,王爷只需派给塑鸾足够的人手即可。 自叶业立语之时后,姚素兰便知道姚莫婉身边必定有人暗中住他。 与姚莫婉相比,自己显得太过势单力薄。 没问题。 林云。 叶子霄一声令下,只见一道黑影,输得出现在姚素兰面前。 姚素兰没有料到有人出现,灯石抄起锦背,附在自己身上。 属下灵人,叩见主人。 只见眼前男子,一袭黑色叶行衣,毕恭毕敬地站在锦踏前。 声如红钟,面如冰封,神色冷到让人发寒的地步。 王爷。 姚素兰美眸扬起,狐疑看向叶子霄。 从现在开始,灵云听凭你拆遣。 叶子霄目光锐利,坚定开口。 他便是王爷给素兰的人手吗? 姚素兰转眸看向灵云,声音透着掩饰不住的失落和忧怨。 美人别小瞧了,灵云。 他可是本王求了很久才求得的隐飞。 一个灵云抵得过百名皇城侍卫。 如果不是为了逆天大计,叶子霄哪舍得把他最引以为傲的隐位交给姚素兰? 王爷放心,素兰定不会让王爷失望的。 灵云,退下。 姚素兰试着命令道,因落之时,灵云已然消失不见。 接下来的几日里,姚素兰终于发现灵云的过人之处。 有灵云相助,他做事越发肆无忌惮起来。 官居宫内,姚莫婉正在看奔雷送来的账单,听悦急急自外面跑了进来。 娘娘,奴婢自于膳访回来时,看到了很多人围在长乐宫,于是就好奇地跟上去,见长乐宫外正悬着三具尸体。 尸肉虽然腐烂得辨认不出是谁,可尸体上分明贴着字间,写着孙嬷嬷、郑公公和孕儿。 听悦将自己看到的如实禀报。 谁?你说是谁? 心似被人猛的揪紧,又似被疯长的藤蔓包裹的密不透风,突如其来的窒息与深入骨髓的痛,瞬间侵袭姚莫婉身体的每根神经。 眼泪在矿里打转,他却将它们应声逼腿。 是孙嬷嬷、郑公公和孕儿? 听悦在姚相府时便知道,这三个人是大小姐最贴己的亲信,原本以为他们真如济世博上记载的那样各自返乡,没想到竟会是这样的结果。 姚莫婉握着帐本的手颤抖不止,眼中的泪再也抑止不住地涌了出来。 娘娘,您没事吧? 听悦见姚莫婉神色异常,灯石上前搀扶,却在下一秒被姚莫婉挡开。 收好帐本。 姚莫婉将手中的帐本丢给听悦,之后大跨步走出管具宫。 一路上,姚莫婉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滚滚而落,彼时的温馨片段一遍遍闪现在她脑海里。 眼见着常乐公就在眼前,姚莫婉却毫无预兆地摔倒在地。 她是如此的迫不及待,以至脚下不稳,被树枝绊倒。 手掌与偶臂与地面摩擦后,渗出细密的血珠。 孙莫莫,郑公公,芸儿,对不起,是本宫连累了你们。 泪水肆意横流,姚莫婉哽咽嘀嘀喃着,眼泪鼓鼓而落。 她不顾手掌的痛狠狠捶打着地面,发泄着隐忍在心底的嫉恨。 身体因为愤怒而震馋,容颜因为暴力而争鸣。 这一刻,姚莫婉仿佛是地狱炎王般的存在,似要用她满腔的愤恨将这皇宫轻抚。 不知过了多久,姚莫婉终于停止了近似于自残的动作。 清冷的眸悠悠地看向眼前的嫦乐公,心突然平静无波。 此时此刻,姚莫婉的心里没有怒火,没有力气,没有欲将叶红义挫骨扬灰的冲动,有的只是毁天灭地的恨。 这恨让她渐渐沉寂,淡冷,紧促的眉瞬间平复。 姚莫婉缓缓起身,漆黑的眸在看向长乐宫方向时,变得寒天彻地。 长乐宫外围着数十名宫女太监,不时地指指点点。 姚莫婉拖着沉重的步子,艰难地走到人群外面。 她尽力让自己的神情看起来只有悲伤和恐惧。 宫门出,三具尸体被麻绳悬在正前方,尸肉腐烂腥臭,尤其是盛夏,那股味道弥漫在长乐宫周围,熏得人极无口鼻。 看着孙莫莫他们的尸体被无情地悬在那里,姚莫婉好齿狠咬,忍受追心之痛。 他们已是冤死的了,死后还要承受这种暴尸之辱。 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,又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? 所以说奴才也要选对了主子,否则死都不知道为什么。 唉,茗玉啊,你说本宫说得对不对? 阴柔的声音自姚莫婉身后传来,姚莫婉闻声回眸,正看到姚素兰一脸轻蔑地看向自己,眼底的得意之色尽显。 这是你干的,虽是质疑的,可姚莫婉已然断定了这件事的始作俑者。 当日处置自己的事情极为隐秘,所有知情者皆已消失,就只剩下叶红义和姚素兰。 叶红义断然不会自接仇事,剩下的就只有姚素兰了。 哼,你有证据吗? 姚素兰冷眼瞧着姚莫婉,英唇勾起毫不掩饰的狂妄糊涂。 他们,是怎么死的?姚莫婉一字一句,寒如冰封。 自入冷宫,再到死,她始终没能再见到孙嬷嬷他们。 本宫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? 原来这世上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啊。 不过,看在你这么渴望的份上,本宫不怕告诉你,他们死的可不是一般的惨。 最可怜的是,他们直到厌弃的那一刻,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丢了命。 姚素兰冷笑着看向姚莫婉,阴森的眸闪烁着肆意的寒芒。 如今有凌云相助,姚素兰便觉得自己在后宫可以横着走了。 所以,是你亲眼看着他们被害。 姚莫婉低歌的声音,如丧钟般悠悠响起。 看着姚莫婉如野兽般泛着胸光的寒芒,姚素兰下意识地想要后退。 可想到,有凌云在暗中保护,姚素兰赫然迎向姚莫婉的目光。 哼,姚莫婉,时至今日,本宫也没什么可瞒你的。 没错,本宫不止亲眼看到,还亲自带人动得熟。 不过这些事可不是本宫的主意,是皇上。 是皇上容不下姚莫婉,才会下秘旨除了他。 要杀了这几个奴才灭口,皇上才是始作俑者。 姚素兰栖身到姚莫婉面前,英传划过姚莫婉的耳畔,声音阴冷寒着。 你不怕姚莫婉把这些告诉皇上吗? 肩长的睫毛微微卷曲,那双被睫毛掩在下面的瞳孔,迸发着绝顶的寒气。 姚莫婉悠悠开口,御手在袖内紧钻成拳头,指甲已经欠尽肉里,可姚莫婉却感觉不到痛。 别人本宫不敢说,不过你不会。 别忘了,你是姚莫婉的亲妹妹。 即便你在皇上面前是个傻子,可仍然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 如果你质疑姚莫婉的死,皇上就会质疑你的智商。 彼时或许是太震撼了,所以姚素鸾一直没想到这一层。 二姐想要玩下去,孟晚没有理由不奉陪。 不过孟晚提醒二姐一句,如果没有这件事,你或许会死得轻松一点。 哼,现在,孟晚改变主意了,死对你来说,是种解脱。 孟晚不会让你那么快解脱的。 姚莫婉忽然阳唇倾笑,那抹笑如春光明媚,却让人嗅到了死亡的味道。 哼,彼此彼此。 姚素鸾终始被姚莫婉身上的力气所舍,下意识退了一步,只是那双眼强自镇定。